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它本身是个录音 应该是 但是它有这种视频的这种整体的讨论 对于我们来讲 说句实在话蛮陌生的 因为这是比较深层 比较deep的那种 美国社会当中 一些比如说talk show 或者说就像自媒体 就很像 给我感觉很像自媒体的东西 当然它在某一个层面中 某一个环境中影响很大 在我们通常看到的一些主流媒体当中 一般见不到它 所以就是他们自己这种自行的圈落 它反映出川普自己本身在有关竞选的角度上来讲 全力以赴 完全是全力以赴 它有点不太像曾经我们看到的故事那种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它受着某些环境的限制 跟背景环境的限制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现在这个故事不太一样 甚至跟2016年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所以它终归是八年走过来了 无论它是在第一次竞选总统 还是在总统期间 还是在出现了这个 遭到了黑手之后 然后走到今天 我们看到它完全独树一致 所以没有它不像原来有那么多的苛刻的那种 有它自己的一种完全的要求 没有 给我感触就是它只要能发出声音来 只要能接触不同层面的这个选民听众 它都会愿意参加 它没有太拒绝 所以它真正提出批评的就是 凡是对它不利的 它认为对于它来讲 就不是竞选本身是一种负面因素 它都会反击的 前两天 昨天吧 应该是在对福克斯本身上出现了很大争执 我一会儿跟大家朋友 跟朋友去讲那故事 所以它真是一个不同的氛围 但昨天这个氛围 这个环境当中应该它发言了很长时间 因为跟它同时在讲话的 同时在接受采访的 还有另外三个人 所以在推特上 在X上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没有加入 没有介入那几个人 但中心的主控的人是那个人在主控 这下面这两个人 也可能他们是相互在询问问题 但川普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回答者 那我的意思就是 可能这是变成了三个甚至四个主持人 都有可能 但里面他谈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美国的非法移民 非法难民的问题 那非法移民跟非法难民呢 其实按照川普的驱逐的概念 两千万 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 会驱逐两千万 这两千万里面 同时还包括这个 还包括这个 已经落地生涯的人 就是说 自然拿到美国公民的人 那个有些人娶四个老婆 对不对 来到了美国就开胜 对不对 你只要我进来 我就能胜我就胜 怎么胜都成 那这些人呢 一按照美国的说法 一落生的人 就会成为美国人 那按照Politico 就是Politico是一份杂志了 Politico 我昨天才意识到 Politico这份杂志是 来自于 华盛顿邮报 它是华盛顿邮报 在为了迎合现在的状况 而衍生出来 还有另外一家媒体 那所以华盛顿邮报 在非常大的衰败 就是他现在每天都在衰败 没有人去看他 就是说他的订阅量很艰难 他订阅了一个并不意味着第二个比第一个的订阅更难 就是他昨天有一篇很重的文章 而也承认Anex 我们说过这个很极左的 但是很主流的 所谓很主流的 但他的写笔方法非常独特的媒体呢 网上媒体也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 所以这就是他们已经为了能够自我拯救 他们蜕变新的媒体 Politico这个杂志就是这个背景之下出现 所以Politico的刚才在报道这条消息 他不喜欢川普 所以他就简单的讲了一下 然后就列述了川普对移民的态度 那里面提到川普可能在驱逐非法移民当中 包括那些落地生根的 他用这个词 所以落地生根就是在这生孩子 那就是美国人 那如果他真的驱逐的话 会有很大的法律case 因为很多人落地生根 这是一个应该是宪法所规定 所以那他就会出现这种争执 那那个时候川普作为美国总统的话 他就更不怕 对吧 他今天的川普面对法律case这个态度 更不用说他进入白宫了 所以这是一个背景 那Politico在攻击他的时候 就提到说一个对移民这么不喜欢的人 有点为什么他采取这个态度 那这是个什么态度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明确讲 在所有到美国读书的人 包括那些印度人跟中国人 他们都怀有很大的一份志愿 他们有能力 特别是在美国顶尖的大学里读书 college读书的人 比如像哈佛 比如像麻省理工医院 学院斯坦福 那这些人读完书之后 他们因为身份的问题 被迫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说那我们作为美国 我们为什么不留下他 我们为什么不去吸引这样更多的人才 他们在美国读过书 他们很希望留在美国的公司里面 留在美国的不同的一个氛围的环境中 他们可能会更希望 在美国的环境中 他们能够落根 就是这个叫什么 落根生涯 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跟意愿 在他们实现梦想跟意愿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会雇佣美国人 一定 所以他把这一份 这些人是人才 这些人是机会 而这些人是美国学校培养出来 他有在他看来就是 他具有美国人的价值观 他有美国人的国家的一种氛围 所以我如果我当选 我就愿意把所有在美国读书的 拿下文凭的读书的 这些学生 在他们毕业的时候 随同他们的毕业证 发放绿卡 这是他明确讲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 很有趣 很有趣 很特别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直接发放绿卡的本身 这样就变成了 把所有在美国受训的人 把他变成美国人 这个就 这是一个对所有 特别他提到了中国留学生 那他说这个故事的话 将是完全不同的 那美国同样在吸引着移民 在充实着他国家的本身的素质 在吸引移民跟国家素质的本身 他却吸流 留下了凝聚是来自于世界各国的 在他们看来可能被称为精英的这些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很大胆 很不一样 很大胆的设想 很大胆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就骤然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川普有了他的胆识 有他胆识 有他的认知 有了他美国传统的思维的概念 那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的发展的一切 与他吸收高档人才 中间人才是完全是吻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无论从这个 这个所谓的我们知道 这个诺贝尔的讲 诺贝尔的概念 无论从美国文化的概念 无论从文学科技现代 他整体的概念的一切 营造整个这个国度的品质的一切 跟他的移民是直接相关的 这是真真正正的 在这种移民真正相关的背景之下 到了借助这个说法 那他的对立一方 借助大量吸取这个非法移民 来充实他党的 对民主党进行感恩戴德的方式 来获得党派的利益 去掌控这个国家 党派的利益掌控这个国家 而他的基础不是美国人 他的基础是来自于各种 非法的从海外来的人 而川普的做法却同样吸收移民 但他的概念是 愿意到这个地方进行规划 而他自身却会给这个国家 带来一种为国家造的一种福分 他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素养不同的人 所以这就是一个故事了 那没有人敢发这种口子 那也就变成川普的胆识 那川普这一份胆识呢 有很大的基础就是他对大选的信心 但如果大选没有这么大信心的话 和这个大选没有竞争 没有这么激烈的话 他也不一定能够放出这样的口子 因为这个口子一放出来 中国人 印度人 很多来自这样的一个 希望把自己整个改变生活的人 他们就会力骤然出现变化 对亚裔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亚裔 就是黄种人而言 是个很大的刺激 那印度人呢 在美国社会中 在北美社会中的 人口增长速度极快 那当他以这样的方式 移民呢 就一代三一代四 对不对 一个留学生 他可能需要结婚 他有自己的父母 他有自己的家庭 他就以这样的共识 在塑造一个整体基础 那甭管是维维克也好 还是黑力也好 他们是印度人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 看到了这个背景环境 确实是有着影响力 而这个比如说黄仁荀 这些人是台湾人 那他们同样是来自于移民 那奠定着今天的基础 这是他能够看到 他也就举出了这样的例子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段讲话 希望他可以留下来 因为我不知道他在YouTube上 有没有这段内容 如果有这段内容呢 YouTube就不许播放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是问题 所以给很多朋友 会英文的朋友 你有一个完全感性的知识 认识的认识 认识的认识 认识 Political start happening in North Carolina. There's no way to go. Anybody graduates from a college, you go there for two years or four years, if you graduate or you get a doctorate degree from college, you should be able to stay in this country. You know more stories than I do, but I know of stories where people graduated from a top college or from a college and they desperately wanted to stay here. They had a plan for a company, a concept, and they can't, they go back to India. They go back to China. They do the same basic company in those places and they become multi-billionaires emplo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it could have been done here and a bigger example is you need a pool of people to work for your companies you have great companies and they have to be smart people not everybody can be less than smart you need brilliant people and we force the brilliant people the people that graduate from college the people that are number one in their class from the best colleges you have to be able to recruit these people and keep the peopl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somebody graduates at the top of the class they can't even make a deal with the company because they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stay in the country that is going to end on day one that's fantastic yeah that's very well I think